最早的元宇宙是什么呢 原来拉屎还能挣钱 基因科技去改造这个胚胎 改造坏了又怎么办呢 我是一个科幻作者 这本书呢 我其实是探访了中国的一些科学家和这个科技创业者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哇在这些前沿科技领域 正在发生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他们都非常的鲜活 有个性 有很多想法和想象力 他们都很关心这些科学技术 给我们整个社会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元宇宙今年变得很热 有一些说法就过度神化或者妖魔化了 它就是把你一个在物理上你去不到的地方 通过数码的形式带到你面前 最早原宇宙就是动物世界 有多少人这辈子真的在非洲草原看过长颈鹿和狮子 可是你为什么能知道 是因为我们原来在电视里面看过这些 现在的这个技术让我们就是更加快捷 更加逼真 更加无限制地进入到一个数码世界里面 很多人一提到虚拟现实 就会想到像是头号玩家一样 我们每天都戴着眼镜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给人一种感觉有点可怕 但是实际上正是真正比较有可能的事情是混合现实 我们有一个太阳系 你可以一起把它打开来 我们还去探访了这个混合现实的一家公司 显示设备以后融入到我们的深河里面 走在街上 电视中的画面和这个你看到的一个屏幕 它是叠加在一起的 园雨之后肯定会到来的 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它不是会杀死我们的深河 它是会这个进到我们生活的底层 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会变得更加的高效 太空探索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便利 为了解决宇航员在太空中这个排泄问题 去发明的那种锁水材料 后来变成了我们卫生巾尿不湿 这样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这个里面的科技 照相机里面的CCD是一种成像技术 它就是从太空探索里面来的 再把它商用变成我们现在每天大家都可以美颜相机了 很多人都会知道 美国的一些商业航天的公司 20万美金一张船票 可以到太空里面转一圈再回来 这里面有很关键的技术 就是可回收的大运载量的火箭 那如果一个火箭可以用10次 它的这个成本价格就会是现在的十分之一了 就可以期待说这种太空旅行 已经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企及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我当时就曾经发明过一个词叫做宅野上班族 未来周一到周五是宅在家里面 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线上解决 我上太空玩一圈 这种情况下出门本身是一个乐趣 如果只是为了生活挣钱所迫的话 就不用出门了 前员科技它在不停地快速发展 越来越构成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基础 00后95后这些年轻人他们信息可以知道很多 但是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信息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做通时教育做大众科普 就是希望能够给更多的孩子搭起这种通道 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些前沿科技的领域 或者是其他一些文化领域等等 见到这些科学家很多不一样的人 这些其实都是写作的极养 举一个例子吧 我跟别人聊到未来养老 说到养老机器人 我说可能未来的机器人不是人型机器 而是你的房间就是一个机器人 你的床头柜帮你冲药 睡眠的时候去监测你 当时我就会想到一个老人 他跟他的房间对话 他像婴儿跟摇篮般的那种关系 然后他一个人孤独地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走向自己生命的蜿蜒 写作 他一定是会写触到自己的东西 这个点他会触到我 就是他其实是某一种人心深处的东西 就是孤独也好 这个自我也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 科技和科幻 它其实是一直是交纏着进行的 做科幻小说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你能不能把人对于这个科技本身的一些反应 真正地放到人自己本身的这个情感内核里面去 我们人类在这样的一个茫茫宇宙中 我们要如何自处 以及我们如何相处 以后再多欢迎订阅 如果我们要那么容易